另外一件很扯的事情是 6.8强震嘛 桃园震度是3 桃园巴德运动中心的羽球场呢 刚刚装修好 却因为震度三级的地震 天花板像豆腐渣一样 统统崩塌 国民党中央怒哄 这根本是新竹棒球场的翻版 市议员的参选人林涛他就说了 这是桃园市政府 北景云计划的一部分 绝标金额暴增到了16% 高达12亿 光是羽球场就有5.2亿 而且踩的是最有力标 其中有什么猫腻呢 他叫市长郑文燦出来说清楚 而绝标的金额 从当初的107年1月30号 经费10亿5533万 一路上涨 上涨了2亿03万 到完工的时候 涨幅高达16% 是12亿的5536万 而我们看到巴德国民运动中心的工程预算 就占了5亿2200万的这个金额 下一页 我们看到这个北景云计划 他是怎么样来做他的招标工作的 他采用最有力标 也就是说今天评审委员会 他可以去决定 这一个评选案件的 不管是他的项目 还是他的标准 还是他的决标方式 通通都是由评审委员会来决定 而这个案子在106年11月1号招标公告 他就曾经流标一次 而桃园市政府在他流标的当天 又再次公告一次 而这次来标到的案子 只有一组厂商联合来做招标的工作 1月30号就由瑞柱营造的得标 分别是瑞柱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阵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跟石昭友建筑事事务所 他只有单一组的建筑招标来招标 就直接用最有力标来得标 我们看到其中的评审委员 共有11位 但是高达6成总共有7位 就都是桃园市政府的代表 外聘委员只占4位 而这其中的7位 还包括桃园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也包括现在跟着郑文燦 跟着林志坚 跟着郑运鹏普选的劳动局长吴宏国先生 当时候也是评审委员的其中一员 好 当然针对这个宇宙长 天花板塌了嘛 对吧 所以国民党的桃园市长的参选人 他张善政他痛批 到底是设计失功失当 还是验收太宽松要查清楚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就是天花板塌了之后 这件事情已经登上了国际媒体版面 登上了CNN 那据说CNN的女主播也很惊讶 他想说 哇 这样没有人受伤吗 好 之前啊 昨天网路上还在流传一个笑话 就说搞不好这个国外的朋友看到 还以为镇央在桃园了 因为天花板都被镇坏了 那当然现在张善政他也承诺 他说他自己如果当选 会对近几年公共工程 好好来做体检 巴德运动中心那个事情 我首先要说我很庆幸 还好我们桃园的市民 没有特别重大的伤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事情的原因 我觉得桃园市政府要好好的调查 到底是设计失当 还是施工失当 还是验收太宽松 一定要调查清楚 第三 我们市民在使用这些公共空间的时候 会不会有心里面有疙瘩 有个不安全感 势必的这次的事情 造成这种不安全的感觉 很自然 我上任以后会对于最近几年 桃园市政府的公共工程 做一个安全体检 让我们市民在使用这些公共设施 公共建筑的时候 心里面非常的安全 感觉非常安全 非常的笃定 这才是市政府应该做到的 是设计的时候就强度不够 还是设计的时候强度够 但是施工的时候有所疏忽 这个都要调查一下才知道 最新民调了 目前曾英鸿是领先 您大概近五个百分点 这份民调 上礼拜讲说台北的蒋湾 落后8% 又说新北市的林家阿龙 领先侯友宜市长3% 现在说我输5% 大家觉得可信吗 我觉得大家自己判断吧 郑文灿跟郑运鹏中间没有等号 郑文灿的好的政绩 是不是可以转移到郑运鹏身上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至于你刚刚说 陈学胜转移到我这比例很高 我觉得这是一个 基本上就像我旁边站的 我们梁议员一样 我们国民党现在团结 是非常到位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 我是觉得很自然的事情 游览车要补助8000元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在大傻逼 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游览车的事情 包括他们大量硬支黑函 到处散发的事情 我真的很希望说民进党 把这些钱省下来 多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不是很好吗 而其实在6.8强震发生的当天 18号傍晚6点 花东两县府就已经收到中央的指示 说总统蔡英文会到中央防灾中心开会 没有想到这两个县市的县市长 跟地方官员苦苦等了蔡总统两个小时 真的开会的时候已经8点了 但是中央连视讯都没有打开 总统等大官们是照稿念完 头也不回地整身离开 这个举动也让地方骂爆了 简直太冷血 花莲强震一人死亡百人受困 楼倒污秽桥梁惊悚断裂 花东两县府接到指示 6点要跟中央开会 大批地方官员6点一到排排坐 没想到苦等两个小时 总统和隔魁拖到8点33来迟 还有记者发现内政部长徐国勇一发言 先把救灾数字讲错 苏葵板着脸讯吃完 换蔡总统只花4分钟照稿致辞 马上华丽转身离场 中央地方连视讯都没开 首长听完讯话 中央应变会议就这么开完 苦后在场的媒体都说 我脏话差点喷出来 并没有跟地方指挥官来视讯 这是过去过去国家级的灾难 所没有看过的 很多人在灾区还被叫回来 然后一等居然等两个小时 回家吃晚饭洗澡喂猫 然后8点再慢慢散步来 不然为什么要空等两个小时 你如果阿公也打来呢 这人家都已经结束了 不知道中共在哪里 中共够得不太好 是这样吗 照各界炮轰冷血爆扯 总统道歉说是因为消防局 连线疏失导致延误 但当天地震发生在下午2点44分 总统3点到4点间还在南投 坚持继续跑辅选行程 帮候选人批彩带 南京炮轰会有离谱的防灾会 根本不意外 民众纳闷 如果今天灾情 发生在绿营执政县市 这转头就走的离谱一幕 究竟会不会发生 记者黄明君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蔡总统出席这个防灾会议 让花东县府的团队 赶等两个小时 等就算了 蔡总统照稿念完 转身离开 这个举动呢 其实让现场所有人错愕不已 我相信呢 如果你有看过影片 你应该也会觉得 真的是相当错愕 傻眼 那当然民进党前立委 郭正亮就说 现在有深绿的民嘴表示了 这根本就是政权末期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蔡英文要走 你习政院长或者内政部长 要留下来 没有 三个人一起走 这个我就更不了解了 三个人华丽转身 我不相信 苏登昌跟徐国勇 有需要跑脱 如果真的有所谓选举拖的话 这两个人不可能需要 那总要有人在现场 而且选举拖应该也可以暂停了吧 本来就是了 我是认为总统既然有这个会 而且据我了解还等了两个小时 这个更不可原谅 而且听说在场记者 差一点都要飙脏话 因为大家觉得太离谱了 傻眼 而且你把人家 重要的一些指挥官调到现场 人家就是想要跟你反应在一起 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协助 结果人家要停手边的工作 要暂停 对不对 这个救灾救急 这个都是最紧迫的事 用这种方式处理 结果我有一个群组 有一个也是很深绿的一个名嘴 他就跟我说 这根本就是政权末期 我就直接用这四个字 他说这是干嘛 只会发生这种事 他觉得不可思议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器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